哈喽我是老妹 我现在广西的北海市 昨天来市里的途中 不小心把我的手机给摔碎了 当时正在走一个下坡路 我骑的也是有点急了 手机就不小心从我自行车架上滑了下来 我出门是带着两个手机 一个备用机就是导航用的 还有一个手机就是正常打电话用的 现在就是导航用的手机摔坏了 我自己出门在外码肯定要备两个手机 万一一个要是没有电了 还可以用另外一个 但现在那个手机摔碎了 我就准备今天再去买一个手机 反正我也是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机子了 那就再买一个新的 我再往上查了一下 看附近这边有一个万达 那边有好几个卖手机的 我现在准备去那边看看 15块钱买的一个手机支架 这个支架看着挺结实的 但是在路上骑还是要小心一点 它这边卡缝卡的不是很严 15块钱摔了为一个手机 不值 手机已经买好了 我刚从里边出来 花了5300元 我本来销弄一款 但是它这边没有货 所以我只能拿一个跟我这个手机一样的 刚把手机给激活了一下 现在呢这个手机就是 只激活了 什么都没有贴 膜呀还有啥都没有贴 还有手机壳也没有 我现在呢准备去把这个壳还有这个膜弄一下 为了买个手机啊 从北海的西边一直跑到北海的东边 然后现在呢我就准备回去了 因为我住在西边嘛 打算去那个北海老城那边 去给手机贴个膜 然后弄个壳 然后呢再逛个老城 这里是北海老城旁边的海边 旁边呢有一个再见的酒店 今天这里的风还是很大的 里面有几艘小船 看这个呢 这个酒店已经营业了 上面呢是可以吃饭的地方 挺好的 360度全海景啊 从这边往前走呢 那边就是老街了 去老街那边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能下去的台阶 就能直接摸到海水了 今天海上的风呢还是挺大的 旁边一个船开过来了 这是建在海上的酒店 可以评到海景美食 特别棒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它是建在船上的 从这里能看到 特别有创意 在船上吃饭 现在到了老城里边了 这个地方呢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来看一下 它的建筑都是很古老的了 这个老城呢跟所有的地方都一样 都是商业化的嘛 好多卖海产品的那种干货之类的 还有很多的小吃店 基本上都是海鲜店 还有很多的铝舍呀之类的 这边看有好多卖糖水的 还有鸭蛋玉器之类的 珍珠珠宝什么都有卖的 网红鸟算生日 看这个黄色的小鸟 这里有五颜绿色的这种黄色的鸟 这个绿色的好漂亮 等会儿不买单就好了 算生日 这个很好玩 愿意的 谢谢谢谢 在老城逛了一圈 我现在回到住的地方了 在窗子这里透透风 屋里太闷了 大家别要好奇 我每天晚上住在哪里 其实我什么地方都住过 我走到镇上县里 或者是市里的时候 如果有网吧就住网吧 或者是KTV 或者是宾馆 或者是旅馆 什么地方都住过 不过我过两天 可能就不住店了 因为我这两天在集中买快递 过两天可能就搭帐篷了 体验一下户外生活 顺便也省钱了 我还在北海 大概待两天吧 明天去银滩 然后后天在这玩一天 明天后天 大后天我就走了 离开北海了